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可能要做的工作就是去接收从前端访问过来的时候 它所传的参数吧 这是可能会用得到了 不请要做这边 你还可能在一个试图函数当中 如果你的试图函数一旦写完成之后的话 你最终是不是还要给前端返回啊 那你前端返回的时候 除了你想对应的这个响应体之外 还可能涉及到你的响应的状态码 以及响应头吧 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来去做呢 所以这是我们马上要来研究的问题 咱们就先来去看第一点 我们如何来从前端当中来获取参数 那如果想要从前端当中来获取参数的话 大家回想一下 在张国当中是怎么去做的呢 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把前端的参数给拿过来呢 是在你的试图函数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对象叫做request对象啊 那request对象是在哪里面来的 是作为你的试图函数的一个传入参数吧 对吧 但是我们昨天说了 在flux当中你的试图函数 用接从第一个参数request对象吗 不用吧 所以那它从哪来呢 它是一个全局的对象 是从flux当中我们要去引入一个request 你把这个对象引入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直接使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咱们再来去写一段相对应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request 来了这边之后 我总感觉好像是 还有英语班呢 看这不是在读导图呢吗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还来去写一下相对应的flux程序 因为这是我们第二天去接触 所以呢 咱们这个代码呢 第一遍还是来从头往上来去 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flux应用程序的话 第一步是要导入吧 导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对象吧 对吧 在对象当中所接收的第一个参数 什么东西来参数 刚告诉内容吧 这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那如果我们要不去改变别的东西的话 是不是只传立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参数创建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就可以定义十度函数以及路由了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就叫做index 这样的十度函数 这是主的十度函数 然后呢 把它先放到这 那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它所追应的这样一个路由 是通过装饰器的方式啊 应该通过atp.root方式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指明对应的路径吧 比如说我把它就放到index 然后呢 后面如果你要去指明的话 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访问方式啊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哪种方式呢 咱们如果想让它同时支持get的函数方式 跟pose型的方式的话 怎么去做呢 那表吧 比如说我要去传一个get的方式 还有一个pose方式吧 这是要大写的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暂时我这个视图函数 不去接收参数 直接返回的话 怎么去返回啊 return 直接一个租转是不是可以了 比如说把它叫做index page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的话 通过这个app.run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比如说别的不传了 咱们就把这个debug参数给它传过来 debug等于数 好 我们把这个传上来了 这个做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 我们来去相对应的来去看一下 如果说想在这个视图函数里面 去提取参数 怎么去提取呢 那这个参数的话是从这儿呢 我们需要从plus当中去引入一个request 这跟jungle是不一样的 jungle它里面在进行获取的话 是不是也叫做request对象啊 但是那个request对象 是在视图函数当中的第一个参数 结束过来的吧 plus不是了 plus就是你从全局的当中来引入过来 引入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来去使用这个request了 通过这个request对象来进行获取参数 那request对象呢 跟jungle里面就是类似的了 它也是提供了是说关于用户所访问的所有东西 通通都是在这里面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request当中都能够去往外提取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第一个信息呢 就是关于request的data 这个data呢 记录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data就是从前端传送过来的请求体的数据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请求体的数据它有一点 除了表单格式的数据之外 其他的所有数据呢 它都能够放到这个data当中 那我们所说的表单格式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昨天咱们说过了 从前端往过来传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请求体呀 对吧 请求体我们也知道了 你是不是可以往里面去c字不串呀 那如果你在前端当中 比如说你在前端这里面来去创建了一个表单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创建了这么一个表单 然后呢你在这个表单当中 你在表单里面去写东西了 比如说写了这样的一个input的一个一个的字段 然后呢紧接下来 那我们说了 你在这个方式里面再去写一个input的 然后呢在这里面 比如说type 等于比如说submit 在第一提交的时候呢 这里面表单当中的数据是不是就发送到后端了 然后我们说了 你这种数据呢 格式叫做表单格式吧 但是表单格式的数据可不仅仅只能由表单发送过去 这个我们所说的表单格式的数据呢 它不局限于是表单发送过来的 而是怎么去理解呢 表单格式的数据指的是说 浏览器在把这个表单的所有的input的数据给你抽出来之后 打包到哪呢 打包到请求体的时候发送到后端的时候的 它所打包的那种格式了 你比如说我在表单当中 如果在这里面有一个输入块 它的内母比如说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内母比如说就叫做cd 这里面是不是代表是一个输入字段呀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比如说再来一个字段 比如说叫做age 再来一个字段比如说叫做gender 比如说叫做这些字段了 那这些字段你点击subit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无论你在这里面的mysert是叫做get方式呢 还是说你在mysert当中指明的是post方式 那它所对应的都是表单数据吧 但是如果是post方式的话 你所对应过去来的这个数据 你认为叫做表单格式 那表单格式它到底是哪一种表的 什么样的格式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终把这三个字段的数据 给你打包到一体的时候呢 仍然是一个字不串 只不过这个字不串的话 你看起来会很眼熟 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是cd等于某某某东西 语号然后呢在age等于某某某 再语号再等于这个gender 等于什么什么东西 它相当于是把前面这三个字段 只要是form里面的这些字段呢 通通的都是给你转换成这种形式 往后端去传了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就叫做表单格式的东西了 这点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你在前端往后端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如果你前端并不是通过浏览器 也不是通过form表单去发送过去的 而是你自己造了一个数据 如果你这个数据呢 它的格式也是这样的一个件等于值 并且件等于值的这样一种形式 我们就把它叫做表单格式的数据了 这点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参数是不是有点 格式有点眼熟啊 你get的请求方式的时候 我们回过来 你放到这个里面的时候 问号后面跟上的 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的形式啊 对吧 是这样的形式 所以呢 你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放到你的请求体当中呢 我们把它就叫做这种格式呢 就是表单格式的数据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但是呢 你要知道表单格式的数据 可不完全都只有这样的一种形式 问题在哪呢 如果你form当中这个地方 如果你指明一个东西 就叫做intep 是这种multi的东西 这个还有印象吗 没有去学过这个东西是吗 这个东西就是说 表单里面 除了最普通的这个input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type 我们通常实际上指明的 不都是这个text吗 代表是文本输入框吧 那你通常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的type还可以指明什么类型呢 还可以指明file类型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词程当中呢 能完全可以去传一张图片 或者一个文件发送到后端 如果你在这里面 一旦指明是file类型的话 你要注意 为了能够让前段当中 把数据发送到后端的话 你在这里面 必须加上一个in ctype 然后呢 等于multipart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多媒体 多个部分组成的表单格数据了 那时候的这样的表单数据呢 它的格式就不再是 这样普通的类型了 就是这点 大家需要清楚知道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最原始的这种格式 那你要知道 这个无论是 这种方式 ct等于什么什么 见值对之外 还是说像multi这样的东西 包含了文件的东西 通通对我们来说呢 它都是可以理解为 是表单格式的数据 但是最传统的表单格式数据的话 我们还是习惯性认为 它仅仅就是这种 见等于值 并且见等于值的这样方式 这点是需要清楚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种见等于值的方式呢 对应于我们刚才来说的 这样的一个data 为什么要提到它呢 原因就在于 这个data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你是从前端往后端进行发送吧 发送的时候呢 它对应的是请求体的数据 但是这个请求体的数据呢 并不一定完全的都给你放到 request的data当中来了 而在于就是说 如果那个请求体的数据 不是表单格式的话 那这时候剩下的请求体的数据呢 你通通的都能够在data当中 往外去拿 但是你如果请求体的数据 一旦是表单格式的话 它自己会帮你进行一下解析 它会帮助我们把这种表单的 见等于值 并且见等于值的方式呢 给你解析一下 然后放到哪里面呢 放到这个request当中 有一个属性叫做form属性了 在这个form属性当中呢 我们可以直接往外去提 原因就在于 它把form那个属性呢 给你做成了一种 支持字典方式的读取操作了 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现在呢 大家可能是不是稍稍有点晕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到底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呢 现在就通过request的方式 来去读取算数 在读取算数的话 比如说 我先去读取哪个东西呢 咱们先看最普通的方式 form的这种形式 form的实际上 是能够去读取表单格式数据的 是从 我们再写一下注释 request 中 包含了前端 发送过来的 所有请求信息 请求数据 这个 request.form 可以直接 提取 通过 通过request.form 可以直接去提取 请求 体中 表的 表单 格式的数据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就是从表单方式发送过来的 那这个form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典 是一个 类字典的对象 我们把它叫做类字典的对象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完全是字典 它是flux当中进行一部封装之后的东西 只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字典一样方式来进行存取操作 你对字典怎么进行使用 对它就可以怎么进行使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既然它是像字典一样 那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这样可以通过方块的方式来往外提起参数 确实可以的吧 但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实际上是不通过这样方块号往外提起参数吧 原因在于呢 原因在于 比如说我认为前端现在会给我传过来一个参数 传一个什么参数呢 比如说我认为前端你会给我传过来个内幕的这样参数 你给我传过来了 但问题是前端如果真的没给你传呢 如果没给你传的话 我还通过这样的字典往外去提起来参数的时候 那你说这个字典当中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键呀 不存在这个键 这样方式直接语法就出问题了吧 整个程序是不相当的报错崩溃了 那为了你的程序见状性的话 我们说了通常对于字典来说 你一定要养成习惯使用这种概的方式 什么时候使用方块号呢 你除非很确定它一定会包含那个键的时候 你才去使用方块号 否则你不太确定 它不一定包含的话 你这时候呢 为了保证程序的见状性 就一定要使用这种概的方式来往外提起参数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个概的应该是知道的吧 字典当中 然后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摆在这种东西呢 参数给你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东西呢 稍稍的来进行提取一下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再来添加一个age 这也是通过前端往外来去拿的 通过这样的age来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眼 这比如说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这是hello 百分号 name等于百分号 s 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传说一下age等于百分号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拿过来之后呢 给你去放到这个返回值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name 还有一个age 刚才有文学书 对这个get方法的返回值有印象啊 如果说前端一旦没有去传这样的 传过来的这个字典当中 不包含这个name的话 那你说通过get方法 返回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n吧 然后get方法当中 是不是还可以允许接受第二个参数啊 是不是可以去允许接受一个默认值啊 比如说我在里面写了一个章三 也意味着说 如果在这个字典当中 并没有包含这个name这个件的话 它实际上get方法 是不是会把这个默认值给反过去啊 是关键的点吧 所以这是get方法的一个好处的地方 那我们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于这东西 我这时候呢 让程序来去运行一下 我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 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 现在呢 我比如说这种bomb呢 它只能是从哪呢 从这种post请出方式往外去拿的参数 因为这是在请出体当中的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在前段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得去造一个表单出来啊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说了 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对于后端来说 你现在仅仅是为了测试 如果你每次测试的话 还要去写一个表单 很不方便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给大家去引入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也是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 可能会用得到的 包括大家在这个公司里面 也可能会用得到的一个工具 叫做什么工具呢 就叫做postman 这个postman呢 我们昨天给大家在发的 那个资料里面 应该是包含了这个东西了 是包含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我们先来先去用 待一会儿再跟大家去说 这个东西怎么安装 你安装完成之后呢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第一次打开的话 稍稍的有一点点慢 然后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我们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关于专门调试后端程序的 这么一种工具 我们通常把后端的 这样的一种 你定义出来的 包括了这种路径 以及试图函数逻辑的 这么一东西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接口 接口这个概念听说过吗 接口的概念就相当于是说 你跟别人当中的一个关卡 那个层面了 你一旦把它定义出来之后呢 你的这样的一个对音的路径 是不是可以让别人来访问呢 对吧 我们就说了 你既然这个东西能够让别人来访问 能够让别人来进行调用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就叫做一个接口了 然后通常的英文呢 我们把它也习惯成叫做API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是应用程序的接口层面 通常就把它叫做一个接口了 所以这是我们通常说过的 你如果再接触到在网络当中 一说接口接口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所定义出来的一个特定的路径 以及包含了它的试图函数的这么一段 后台的业务逻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接口 那你在后端当中 如果你还定义了别的路由 以及别的试图函数的话 那是另外的一个接口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就每定出来的东西呢 都叫做一个接口 所以回复来我们说了 这个hostman专门是做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用来测后端的后面程序所写出来的一种接口的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怎么去使用呢 你打开之后 这个地方应该是就跟浏览器一样 你是输入你的后端接口 你所定义的那个网址的 然后呢 左边来去看一下 它是在这里面列出来了 能够模拟哪些HTTP的请求方式 你看一下 get方式是不能请求模拟 然后post方式 然后呢put 这个parts跟delete 这些请求方式呢 都是这样的APP支持的 你都可以用它来进行模拟 那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去模拟post方式 是不是直接选它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去写一个表单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路径我在这里面也去写一下 我刚才路径应该是127.0.0.1 对应的是5000端口 然后呢 我的这个路径是什么路径呢 我的路径是线线index吧 所以放到这 index 你就把它当作乱七一项来使用 然后紧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的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东西呢 底下的这个地方呢 是代表你向外向后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对应的请求的一些参数 第一个是关于认证的这种东西 这个认证的话 我们现在呢 一般都不是使用这种认证方式的 所以不用了 第二个heiders 是你可以自定义向后端发送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那个请求头信息 这个请求头还有没有印象啊 其中是不是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你在请求头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字段叫做content type啊 这个content type是不是可以去指明了 你向后端发送的这个请求体的数据 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数据吧 这是关于这个content type 可以去指明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写 也可以呢 直接把它勾掉 然后呢 把它给去掉 我们先把它去掉 这是关于这些地方 然后呢 包地一看 是不是相当于能够明白了 这是你可以向后端去发送的 请求体的数据都有哪些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来进行相对应的定义 我们在这里面怎么进行定义呢 你看一下 它会允许你的请求体的数据 怎么来签中呢 第一个叫做form data form data 这种表单格式数据是哪种东西呢 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 你模拟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表单 里面添加了multipod的这种 就是说它是支持多媒体的 你可以向后面去发送文件类型的 你看一下 如果我选择这个地方之后的话 这个k对应的是我表单里面 输入框里面的这个name 而值呢 是对应的那个键直桌的输入的那个值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类型 你看一下 键后面是不是有test 如果你选择tag 是最普通的文本数据了 你在这里面是不是还可以选择file啊 你选择file的话 你在这里面去给它字段取一个东西 比如说pic 然后呢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去选择相对应的文件了 是什么东西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是多媒体的表单 如果不是多媒体表单 而是普通的表单的话 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话 你选哪个呢 就选择这个 x3wformulencoded 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这种方式再往后发的时候呢 你在这里面对应的kvalue指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的输入框里面的内幕和在输入框里面所填充的一个值了 我们在这里面每一些一个键直桌的东西呢 实际上对应的都是 像那个表单里面模拟出来了一个input的一个字段 而且它会把这样的值的信息呢 给你转换成什么格式呢 就转换成刚才我们所说的k等于value 并且k等于value方式呢 打包到后端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Raw Raw的这个单词指的就是原始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可以点滴它 点滴它的时候的话 我们知道了 你像后端发送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体的数据 除了表单格式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格式吧 你比如说可以发送什么格式 你这个jason格式有接触过了吗 前当里面是不是已经说过了jason格式东西了 jason格式的这种格式 是不是很类似于python里面的字典呀 但是我们说了jason就是jason 它不是字典吧 而是一个字符串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的 一谈到jason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可不是python里面的字典 它是一个字符串 只不过是说这个字符串的格式 跟python里面的那个字典 正好很相似 所以如果你在前端当中模拟 像后端发送的请求体的数据 是一种jason的话 怎么去模拟呢 就选择绕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这空排的输入区域里面 随便的去写 你比如说这个jason当中 我会包含一个内幕的字段 它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它是张三 那我放到这儿 它可能还包含一个age的一个字段 那好了我也给你放到这儿 比如说18 给你放到这里面 那放到这里面之后呢 这种格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阶层格式东西了 就可以往后发了 那除了阶层格式之后的话 还有没有去接触过一个叫做xml的格式的 这个是不是还没有接触过呀 那你在去学习这样的一个爬虫的时候呢 会接触到了 还有另外的一种格式呢 叫做xml格式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向后端发送的这个数据 请求体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格式 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进行使用 它绝对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 你的请求体数据只能是表单的东西 这点大家现在一定要清楚 绝对不是只能限于表单 而是其他的任何一种格式都可以 然后这点说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刚才再说一点 说一点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一旦去选择了 你比如说我要在里面去写一个 阶层格式的东西了吧 一旦写完个人阶层格式 你为了向后端描述清楚 你的请求体的数据就是阶层的话 怎么去做呢 在这里面你看一下 packs这边下达块吧 你可以把它点开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 application jason啊 你把它选中 选中这个地方有什么用处呢 你把它选中之后 回过头来 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它自己会帮你添加一个container type吧 刚才我们说的 container type是不是专门用来 去描述你的body的数据 是一种什么样格式的 所以它自己帮助你添加了一个 container type什么东西呢 是application jason 是jason格式的数据 所以这是可以按照这样方式 帮助我们来去做的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除了这点之外呢 你还有一种格式呢 就是banner 也就是最普通的 最原始的二进制的文件了 那这个最原始的二进制文件的话 它也并不是像表单这种方式的 而是说你发送过去的请求体 它就是只有一个文件了 所以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通常最使用的是 通常使用最多的是哪种方式呢 就是前三种方式了 前三种方式是最多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本次调呢 我们每次去决定这个数据类型的时候 你都要回回来 记住一下 把你的hider当中这个东西呢 尽量的要去清一下 因为有可能你点击完绕格式 选择application 然后你可能就后悔了 选择了一个表单 那你这个hider 它可能就没有给你再改为表单格式的 那样一个东西 所以会有问题 那么把它回过来 点击哪个东西呢 咱们去点击这样一个 3w.form.ur.coli的 你看一下我点完了之后 这个hider里面 是不是它自己帮我付出了 表单格式的数据 除了在你的请求体当中 是这种格式之外 还有在你的content type当中 也必须指明是什么东西呢 是application 然后里面 x3w.form.ur.coli的 是这样的一个通过 把表单方式进行了一个编码方式 要包含这种格式 然后呢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写完之后呢 它模拟出来的就是一种表单行为 我在后端当中 我们来去看一眼 在后端当中 我现在是不是要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name 一个叫age 但是我在接收的时候 使用的是get的方法吧 是不是可以不传呀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不传的时候 这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 相对应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一下send 我的程序运行起来了吗 咱们的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我在这里面 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去点击发送 点击完发送之后呢 看一下底下这不写的response吗 从这里面才能够看到 它给我们回过来的信息 有什么样东西 我点击发送之后的话 你看一下 给我回传过来的信息 写的什么东西 哈喽 name等于nan 然后age等于nan吧 这是不是刚才是我们回传过来的 我给你发送过去之后 然后name没给你传 age没给你传 这get方法是否反昏出来的 name就是nan age也是nan呀 再往这一放的时候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哈喽 name等于nan age等于nan呀 这是关于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我把这个地方呢 选择这些什么东西 我就再给你添加这个东西 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去添加一下 name等于什么东西呢 这个name跟我刚才在后端里写的这个forms 拿出来的name是对应上的 我在这里name 比如说咱们就写一个python 然后呢 age 比如说 18岁 然后呢放到这之后 我再来点击一下send的操作 点击一下send的操作 你看一下 是不是通过把这种方式 已经给我拿过来了 python拿过来了 然后age等于18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去说过了一点什么问题呢 除了这个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form 能够直接把表单的这种格式 提取出来之外 是不是还有个data啊 data是我们说的 你能够直接去拿请求体的数据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请求的数据 也给你打印一下 我们printer一下 request当中的这个data 把这个requestdata呢 在后端给你打印一下 然后呢 我们让我们的程序 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呢 然后我回过头来 我把这清掉 清掉之后 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再用这个东西 重新的发送一下 发送一下之后 回过头来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空行啊 空行代表是 为什么出现空行呢 是在第16行的时候 我这里面是不是答应了 是不是看一下 requestdata当中 并没有这样的数据啊 原因就在于 如果你前端发送过来的 就是一种表单格式的数据化 那它自己已经帮你解析完了 就相当于 它已经帮助我们 把这种 键等于直的 键等于直的 这样的方式呢 解析好之后 放到了form的 这个字典里面了 你可以直接往外去提 所以解析完了之后的话 对于请求体的数据就空了 你再来看一下 requestdata里面的 什么东西就都没有 拿不出来了 那如果说 按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的请求体数据 可不局限于 只有表单 如果不是这种表单格式的话 我们把它给你换一下 比如说把它清掉 清掉之后呢 我给你发什么东西呢 我就给你发送的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阶层格式 我把它选一下 application阶层 然后回回来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改成阶层 你就改成阶层了 我把它改成阶层之后 我向后端去发送了 比如说我还哪怕 发送的是name 我还发送的是name 然后呢 它的值比如说是张三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年龄 比如说这个年龄是18 我给你放到这儿 年龄实际上是整数 所以可以直接放到这儿 我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点击send之后 我点击send之后 你回过头来 再来去看一眼 我的这个name提出来了吗 没有吧 age是不是也没提出来呀 但是你回过头来 来去看一眼 我当中在这个地方 打印的时候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对吧 或者说我让这个地方 大家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怎么去看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就写了一个 叫做request.data 然后呢 我把这个拼接一下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百分号s 我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呢 我再百分号 然后呢 咱们让程序 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还是发送这个数据 send了一下 send了一下之后 你回回来来看一下 request.data 在这句话打印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 json的数据呀 对吧 然后呢 但是farm里面 是没有提出来呀 所以这一点 大家能明白 是什么意思吗 有点晕吗 就是说你前端 发送过来 请求你的数据 如果是表单的那种格式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是最原始的表单 发送过来的数据的话 那这时候呢 你的数据从哪提呢 你就可以通过farm往外去提 而data里面 什么东西没有 如果你从前端 发送过来的 请求你的数据呢 它不是表单格式数据的话 那你这时候呢 从这个farm里面 就提出不来东西 你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得通过这个data方式 以最原始的方式 把请求你的数据提出来 这点大家明白 什么意思了吗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眼 这是关于这东西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放到这之后 再来去说了 那你现在看一眼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还有哪些参数呢 如果是在URL当中 有参数呢 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说哪种方式呢 如果你前端访问的是 这种get的请求方式的话 那get的请求方式 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 它所对应的 实际上参数的传递 是不是在URL当中 往一起传参数啊 对吧 但是你说 我如果发送的是 post的请求方式 我在URL里面带参数 能不能行呢 它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在URL问号后面带的参数 它绝不选与get的方式 任何一种请求方式 在URL里面 通通的全部都是能带参数的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这个问号后面的参数 可不是只有get能传 post的也能传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给你拼参数了 拼一个什么参数呢 比如说把city我也给你拼上 拼上之后的话 比如说city给你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深圳 我放到这儿 这里面是不是带来一个参数啊 带来一个参数之后的话 那我回过出来 我看一下 如果我想从 从这个 这个请求的这个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在问号 在这个URL的问号后面的参数呢 叫做查询字不串 这个有接触过吗 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把这个写一下 就是说我们通常把 这个比如说你访问的这个路径 是哪个方式呢 是127.0.0.1 然后呢 比如说是5000 后面B1inx 再往后的话 问号开始的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传了 刚才我们说的 传了一个city吧 city等于说 等于这个深圳 你放到这儿 那我们就说了 把问号开始往后的 这一部分参数呢 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查询字不串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查询字不串 所以呢 你要知道 这个查询字不串 它就不局限于 请求方式了 所以我们才把它 提出来一个专有名词 那通常情况下呢 这个查询字不串 你要看英文文档的话 它把它叫做core stream core pure core pure 就是要做查询的字不串 你要看文档的话 它通常的话 在它叫做这个名字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东西 我把它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对于这个查询字不串的参数 我们应该怎么去提取呢 因为它 因为无论是form还是data 它只能从请求体当中往外去拿 而对于这个地方 它并不是放在请求体里面的吧 所以这个参数怎么去拿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这个参数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里面 在require当中还有一个属性 叫做什么属性呢 叫做args args args这个属性呢 就是专门从哪呢 从你的查询字不串当中 我要去提的 所以看一下 这是记录请求中的查询参数 查询参数就是我们所说的查询字不串了 所以我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我给你补充一个东西 补充一个什么东西呢 刚才查询字不串的也有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CT 那么把它拿回来 拿过来 CT request 然后呢 args的方式往外去拿 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到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传了多个值 你比如说我再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CT 等于这个东西 比如说再说这个country COU TRY 比如说我再给你传出来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传了多个值啊 传了多个值的时候呢 这些多个值也会被解析成一个字典 所以呢 这个args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也是字典那种东西 你可以通过按照字典的方式来往外去提参数 所以这时候比如说往外去提了 比如说提出一个CT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呢 再给你往后打印 等于2% 放到这 然后呢把CT也放过来 咱们这张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呢回过后来 我来去看一眼 对于这个请求方式的话 咱们让程序直接去send一下 send一下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CT是不是就拿过来了 对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点 你看一下当前我是不是也使用了post肯定方式啊 所以post方式都支持 gat方式肯定也支持的 那gat方式的话 我就不再给大家进行相关的演示了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什么样的对应的东西呢 再来看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表单当中出现了多个数据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再给你换掉 再给你换回来表单 换回来表单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把这个地方他已经换成表单了 咱们来看一眼 我在表单当中给你提参数了 刚才我们说的表单证明要传过一个name吧 比如说name再给你放到这张三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还有一个age吧 age我也要给你传一下 这是我从后端要提出来的一个nameage 然后CD是从这个参与作战当中我一起提的 如果表单当中出现了重复的件 可不可能出现呀 很有可能的吧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表单里面就给你造一个 我再造作一个件叫什么呢 它仍然叫做name 是不是跟上面重复了 这个name的话我现在来看一下 张三完了 比如说李四 放到这之后 我们来去看一眼 我再去点击一下send操作的时候 你看一下 那按照我们所说 这个从字典当中往外去拿出来这个name 字典应该是不是指支持不重复的件呀 那拿出来的name应该只有一个值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send了之后 看这个name拿出来是哪个值啊 是不是它解析的第一个值啊 对吧 是它解析的第一个值是张三 而name放到哪了 是不是它name就没有拿到啊 这是关于这样点 如果你只能这里面出现多个值的话 你在通过get方外往外去拿的时候呢 它能够拿到一个值 而且是第一个值 大家注意去写一下 通过get方法 只能拿到 多个 同名 同名 参数的 第一个 我们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这个args 是用来提取 url中的 参数 也就是查证通算 这里面 这个form 和data 是用来提取 请求体数据 这是关键点 那简介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就像刚才你说的 这里面不是传了多个同名的参数吗 如果我想把多个同名参数的值都拿出来的话 怎么去做呢 在它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form当中 我们刚才是不是放到请求体里面来了 对于这个args也是相同道理啊 我们就直接拿一个来去做了 就相当于你在你的请求体里面都可能出现重名 你在你的查译算中 是不是也可能出现重名啊 所以都是相同道理 我们只拿一个来进行举例 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请求体当中 如果出现了多个同名的参数 你还想一次性都拿出来的话 怎么去拿呢 比如说我带你们来看一下 内幕 我给你放到一个 建一个新的变量 叫list 它怎么拿呢 在require的这个form的字典当中 有一个get list的方法 get list的方法 是不是字典里面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才说 这是封装之后的一种 跟字典很类似的东西 所以它除了字典操作之外 还有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get list get list的方式呢 就是能够把所有拿出来的参数呢 通通的都放到一个 它所对应的这个列表里面来了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内幕给你放到这 把内幕给你放到这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打印一下 比如说这个内幕 对应的 我提出来这个list 它是一个什么样东西呢 反正号s 我再把这个内幕 我再把这个name list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让程序重新的启动一下 回过出来 我再来send了一下 再来send了之后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把我所对应的张三 跟李四 通通的全提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因为传了两个内幕 然后它对应的一个张三 一个李四 然后通通的都给我拽出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种操作 这个u 这个u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在python2当中的话 字符传跟python3是不一样的 在python2当中 我把这本写一下注释 在这个里面呢 在python2当中 然后呢 字符传 字符传来说的话 它是有两种类型的字符传的 一种字符传的类型呢 是一个str的类型 这也是说我们所说的 通常在python3所见到的 那个字符传类型 这是这样的类型 除了这种类型之外呢 还有一种类型 什么类型呢 就unicode的类型 unicode的类型 也就是说 它只是对应的编码的方式 不太一样了 unicode呢 这个编码的话 囊括了世界上的 几乎所有的字符的东西了 而对于上面 普通的这个string类型呢 它只是unicode的一种子级的东西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相当于unicode的话 对世界上的所有的这样 你显示出来的这种字符呢 都进行了一个编码 编码之后呢 会有一个统一的编码 而上面string呢 它并不是包含了所有字符 只是当中的一个部分了 而这个编码的话 里面就有我们所说的 你比如说常见的编码格式 都有哪些呢 会有UTF-8吧 会有这样的编码 还有什么编码呢 中文里面是吧 还有JPK啊 还有对于中文 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了个字 这个字你在计算机当中怎么去存 也得存成二进制 所以这二进制怎么去编码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编码问题了 它会有不同的语言 会有不同的编码 如果你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话 它指的都是普通的string的这种类型 而unicode的类型的话 无论是哪种语言的哪个字符 都有一个唯一的统一的编码 这是关于这种类型 在python2当中 它给你区分开来了 区分开来之后的话 怎么进行对应呢 怎么进行对应呢 如果我构建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构建一个字符串 A A什么东西呢 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比如说就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中国 中国之后的话 那我们说了 这种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是尺寸类型 然后呢 如果我再构建一个变量 什么东西呢 我前面加一个U 加了一个U之后的话 我后面还按照普通的字符串来去写 那这种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就是unicode的类型 它就造成了两种类型了 是关于这些东西 所以你只要看到给你打印出来的一个字符串 它前面带了U 那就代表是一个字符串 就代表是一个unicode这样的类型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也是python2不太友好的地方 对应于本来就是一个字符串 结果你还弄出来两种类型 所以呢 在python3当中就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要了 同意了 不再区分 词语用类型跟这个unicode的类型了 这只是python2当中 所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一点了 那在python2当中的话 你还通常情况下 可能会碰到一种东西吧 一种错误 哪种错误呢 它提的就是说 比如说就是ASCII 然后呢 什么count cannot 什么decode吧 decod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吧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杠X 然后多少多少 然后呢 再杠X多少多少吧 是什么东西 这两种东西 如果你看到一个是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就代表你在进行操作了 你在操作什么东西呢 你相当于你有可能是说 拿了两个字符串 比如说一个字符串是 一个字符串是这样的 词语用类型 然后呢 里面包含了非英文的字母 包含了非英文的字母 然后呢 另外的一个的话 它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字符串 不管另外一个字符串 什么东西 它可能是英文字母 也可能是下字母 你只要进行了 这么样的一种操作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python2当中 在进行你的字符串处理的时候呢 虽然都是两边strain类型 但是呢 它认为strain的 这两边的字符串的编码格式 是不太一样的 有可能不同一 你左边有可能是gbk 右边呢 有可能是这个utf-8 因为不统一 所以怎么办呢 它为了再进行处理方便的时候呢 它要进行统一平台 它会在进行处理之前呢 把这两种字符串编码 通通的都给你降到unicode当中来 都给你统一到unicode平台的 这样的一个编码方式之后 再形成统一 因为我们说了 每一个字符级的编码 它所对应的 哪怕同样的是一个这个中国的中字 你在utf-8当中 可能是一个二精致的编码数字 然后你在这个gbk里面 可能又是另外一数字 因为你的数字不统一 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进行操作 它就会给你转到一个统一的编码 unicode的编码当中来了 所以它会之前先进行这样的 转换到unicode当中 再进行转换到unicode里面 又出现问题 怎么是出现问题呢 你这个东西刺不串 它到底是哪种方式 我才能够给你转到unicode当中呢 我是给你按照utf-8呢 还是按照gbk呢 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任何方式 去指明的情况下 它默认情况下 都会是按照asci的编码来进行转换 也就是说它是按照英文的字母的方式 来去解读你中文字符了 英文字母的方式解读中文的话 是不是肯定解读不来啊 所以就报了这样的错误 那怎么去做呢 你在进行定义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地方都加上u就好了 所以呢你在pass2当中 有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在出现 非英文字符的前面 加上一个u 那就没有问题了 它保证在去做的时候呢 不会给你报这个错误 原因是在于 它在创建这个字符串之前的支出 在创建字符串 保存这个值的时候呢 就已经给你保存的 就是unicode的那个编码了 就是最基础的编码 所以它本身已经是unicode的话 别人在跟它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肯定不涉及到跨编码的方式的一个统一的问题了 所以就关于这样一点 那正因为如此 所以呢 你在从前端拿送过来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它也不知道要给你编成什么样的尺寸类型 它到底给你编成这个UTI-8呢 还是给你编成这样的一个JPK 还是编成别的东西 所以呢 它就给你保留最原始的unicode的这个基础类型了 这点大概的意思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大概的意思能明白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就要清楚 它有两个这种类型的存在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回回来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get list 我们视频也说完了 我们视频也说完了